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 意大利馆中的一尊 利马豆半身雕像 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世博会落下帷幕 这部作品也与其他展品一同离开了上海 记者获悉 这尊雕像的孪生作品 于日前来到了世博园内 它与世博会期间展出的利马豆雕像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就是意大利中心的中庭 那我身边的这位雕塑家呢 就是来自意大利的著名雕塑家 庆马来利 他正在对利马豆的半身雕像 进行一个最后的修复和润色 经过围棄一周的修复之后呢 他将在星期天与观众见面 这尊利马豆半身雕像 无论大小还是造型 都跟世博会期间展出的是一模一样 并且都出自同一位雕塑家之手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的材质 世博会期间展出的是一尊同质雕像 而这时一尊石膏雕像 与以往的雕塑展不同 这次馆方特地将雕塑的修复过程 从工作室移到了展厅内 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 看到艺术家工作的过程 雕不管是绘画还是雕塑 很多艺术家他都是默默无闻的 是在后面 只是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了观众 实际上当中的辛苦和过程呢 是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我觉得这种形式呢 就是还是蛮好的 和利玛豆来自同一故乡的七马来利说 他希望让更多的中国观众感受意大利文化 这个雕塑可以带给中国观众 很多意大利文化的信息 比如运用了很多意大利雕塑的技术 整个外形也非常具有意大利的风格 同时又穿了中国的服装 有一种中意文化结合的感觉 据了解 明天去马来利将继续在意大利中心内展示修复过程 周日修复一新的利玛豆雕像将正式同观众见面 记者朱浩波 王苏报道